重庆贪腐官员雷正复63小时落马的雷记录 一时引发了网络的反腐热 同时也被国内媒体大力宣传 成为新一届领导层反腐决心的证据 但是18号人民日报刊登了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的评论文章 同一天在网络实名举报政治局委员李建国的网友 也被公安积压 大陆这段刚被酝酿而起的网络反腐热 是不是开始降温了呢 下面就一起来了解 苹果日报消息 18号向中纪委实名举报 18大新进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建国 并发微博的网友韩宠光 已经被所在地公安积压 至今情况不明 同一天人民日报刊登文章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今日谈 提及网上言论也会无意触犯法律 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等等 中共喉上媒体发出这样的言论 评论人士认为是话中有话 网络反腐对中共的冲击太大了 所以呢这个人民日报发这篇文章呢 要把这个网络反腐讲为 而且多听央视新闻联播也报道了这篇文章 在此之前 重庆贪腐官员雷正赋被举报后 63小时落马 创下正厅级官员落马的雷记录 一时还被视为习近平上台后 端给百姓的第一道反腐大餐 但是继雷正赋之后 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南 以及中央编译局局长伊俊青 都被举报涉及贪腐问题 不过当局至今没有给出交代 而目前被羁押的韩宠光 举报的人是新进中央政治局委员 是否直接触及到了中共的权力中心 网友们普遍评论 官方只拍苍蝇不打老虎 最近的这个网络举报 官方都是采取一种不合作的态度 而且纪委书记就冒出了 网络反腐总体都是好干部 要保护等等的言论 并没有向雷政府专利利落的 把这事处理 这个王岐山对面说 反腐是要和风细雨 中国国法党级都在那地方 如果出现了他就要严厉的追查 这都是共产党自己说的话 他竟然要和风细雨 你看在这个深圳开始上都查出来一个官员 有什么伊朗豪宅 然后纪委还居然出面说 该报的还要保护 同时部分评论则认为 反腐仍然是中共内斗的借口 雷政府落马之所以快 是因为和薄熙来王立军有牵连 因此被利用来冲击江系常委 而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 则是保守势力的反扑 新的领导人一站台 你看这网民就冒出来了 中央领导是利用了 网民的反扑的力量来反扑的 当然他也知道 他这篇文章一出来的话 不可能对网民有什么的影响 但是他这个文章 有可能就代表着中央 地方的一些力量 或者腐败官员的一些利益 然后他可能是对中央 暗中警告这个中央的 反扑就是各个派别手中的武器 最大赢家有可能是习近平 因为这个习近平 如果要是通过反扑 搞到一些人控制了位置 他可以安插上自己的人 有助于习班底的行程 薄熙来在重庆轰轰烈烈 搞得打黑 在他倒台后 被海外媒体揭露出是黑打 据了解薄熙来是既有打黑 来报复中纪委书记何国强 曾经双规他的家臣王毅 而王立军事件爆发以后 中共中纪委调查组兵分多路 控制调查谷开来杀人案 主导侦办行动的指挥官 就是贺国强